朱婷发怒,张长宁自我救赎 中国女排3比1击败荷兰豪取9连胜 目前女排已经8连胜 只要拿下两场30的比赛胜利 中国队就能完成卫冕 获得世界杯的第5冠 超越古巴独占凹头 今天的对手是荷兰女排 双方仅在1995年的世界杯上交手过一次 当时狼平率中国女排3至0立刻对手 而如今的铁狼头则有队员变成了主帅 不得不感叹时间过得真快 第二局龚翔宇的进攻很强势 但女排在蓝网端救门有上局那么一天了 张长宁发球也15 朱婷轻调得手 女排8至7 朱婷攻防无处不在 张长宁的探头加打手出界 女排16至14 回来张长宁在攻防两端依旧给力 真是完成自我救赎了 21至15